看一下我们的101组 贪吃不是你的错 好 这句单词什么特征呢 跟吃有关于单词 所以呢 贪吃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呢 因为由这个单词来决定的 VOC呢 作为单词讲 作为词根讲是吃的词根 所以错了 叫VOR VOR呢 作为词根讲 你要吃的词根 你看我喜欢吃东西哦 发现叫WAR 大家知道一个人胖呀 总是有理由的 总是喜欢吃东西才会变得很肥胖 而莉莉呢 就是因为偏生喜欢吃东西 所以你看 长得非常的粗壮 是不是 好 不说叫非常的茁壮 是吧 VOC表示的是贪吃的 你看这个长得就很贪吃哦 我可以吃下一座城市 你这么具备它就好备一些 叫VOC表示的是贪吃的 VOC表示的是贪吃的形容词 对不对 跟吃有关的还会见到谁呢 叫做CANIWAR 对不对 CANI呢 表示的是肉 C-R-N是肉的词根了 所以有单词叫做CANIISH 你还知道吗 叫康乃兴 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来说送给妈妈 什么东西呢 叫康乃兴 好 兴我就不写了 那个字好难写啊 CANIISH CANIISH 为什么要送给母亲 康乃兴呢 因为C-R-N表示肉的词根 而康乃兴最核心的颜色 是肉色的 所以CANIISH 康乃兴 CANIISH 那你看一下第三词呢 叫做CANIWAR 所以感觉C-R-N-I 表示的是肉 V-O-R表示吃 对不对 吃肉的 所以呢 叫做CANIWAR 表示的是食肉类 对不对 HERB呢 表示草 所以呢 HERBWAR表示的是食草的 咱们说 比卡路 草本精华 咱们说叫哪个词呢 叫HERBOW ANCIS 草本精华 纯植入的 叫HERBOW ANCIS 对不对 所以呢 HERBWAR表示的是食草类 看到了 好 那看下面呢 叫INSECTWAR 对不对 INSECT呢 表示昆虫 V-O-R表示吃 吃了昆虫的 就是食虫类 对不对 像很多人喜欢吃小虫 是不是 叫食虫类 好 ONIWAR呢 ONI表示全部的 大家知道 砸死的一种 全都吃的 ONIWAR 像人呢 就是砸死的一种 你没发现吗 人除了不吃人以外 对不对 什么都吃的 其实人他也吃的 你看有些人在吃什么 婴儿的胎盘 对不对 那不也是人的一种吗 对不对 所以叫做ONIWAR 砸死的一种 ONIWAR表示全部的 所以你看 但是要做ONIWAR 叫什么 公共汽车 大家都可以坐的 叫ONIWAR 大家知道呢 在国外公共汽车 人非常少 为什么 因为大家家里都有车 很少有公共 很少人坐公共汽车 往往坐公共汽车的 一般都是老人呀 之类的 所以呢 车上一般来坐 只有呢 三分之一满的人 好 现在都是空位子 好 我们有一次呢 我们疫情17个人 去ETS培训的时候 当时坐公共汽车 好 我们当时的所有人呢 上车以后 那个车就满了 后来到站停车的时候呢 有几个老外想上车 一看车上的人 吓得傻掉了 刚才都没敢上车 好 为什么 他们很难接受 一车坐满17个人 其实呢 我们在中国 何止一个车 坐到17个人 我们能坐到 170人有的情况 是吧 开个玩笑 ONIWAR ONI BAS 对不对 好 那它的 那么像明天叫 Dewar 它表示吞食吞咽 来决呢 威娃表吃 地表加强动作 硬吃下去 叫吞下去 叫Dewar 像蛇呢 袭击别人的时候 是把他吞下去的 叫Dewar 是不是 好 那些名单词呢 叫IncityWars 好 那么CannyWars 我们说叫 HerbyWars ONIWars 对不对 这些词呢 都是他们对应的形容词 所以呢 VOR表示 吃的词根 贪吃不是你的错 因为这个词根 所决定的 Worice Type 对不对 Worice 所以呢 其实呢 贪吃贪死啊 还有名单词呢 叫做Glutton 它也呢 表示的是 叫做贪吃贪食 好 长那样以后 贪吃贪吃感 叫割了吞 割了吞 Glutton 对不对 大家现在你看 在物质匮乏 贪吃有说 贪吃也是一种罪吗 对的 大家现在你看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对不对 全村只打到了一头熊 好 那么大家知道 而你呢 就把这头熊 自己在家里面呢 割了一块吞下去 割了一块吞下去 都被你吃光了 叫做Glutton 对不对 在这一刻的话呢 那么你会发现 别人就没得吃了 所以叫贪吃也是一种罪 看到了 好 不说了 101主贪吃系列 给大家收到这里